便宜美味的香噴噴煎蛋 是许多人早餐的小缺席 不过老板说 全球通膨原物量狂涨 现在传出政府眼里 店价调涨8% 换算下来 他每个月要多缴 两三百块电费 但早餐都是同板价 赚得很辛苦 一讲下去 老板干脆休摊 像我有两家店可能 我们现在在考虑 可能会收一家店 涨价客人就不来啦 对我们来说的话压力很大 店家苦撑 但台电中油也亏到撑不下去 台电评估至少要涨18% 才能打平成本 而且用电量暴增 台电22号尖锋负载 达到3926.6万千瓦 连三天破裂年6月记录 创历史用电量新高 但今年夏季 预估会冲破4000万千瓦 未来涨电价8% 可能要从制造业大户 和豪宅下手 先排除一般民生用电 调整是要的 速当的 不然那么他一直亏本 也不会长久啊 最好是不要涨 全所要涨 什么东西都涨去啊 民众暂时涨不到 但产业界听到苦主又是自己 直呼要出走 不过用电大呼台泥 董事长张安平不这么看 他说国外电价更贵 涨幅没有低于8% 看看国外电价涨幅 像是昆斯兰就达到189% 亚洲的新加坡 今年一二季电价也涨超过20% 看来台湾的8%和各国相比 虽然是小菜 但学者警告 现在不涨 上大菜的时候 全民都要吃不消 下季用电网通膨又一直涨 若电价再动涨下去 台电今年恐怕大亏2000亿 到底电价涨不涨 涨多少都是两难 环宇新闻 郭思文 黄云竹 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